我第一次講過什麼? 對不起 早晨 早晨,早晨 第一,我剛從高院下來,現在審了一宗刑事藐視法庭案件 司法界的負擔負擔很重 一個民事的禁制令,政司就說用刑事執行 到底是民事和刑事呢?即是坦為官子 那又叫你們去審 你說你夠不夠人手? 短期拿一定不夠 任何濫用司法程序,必然令司法系統的資源分配緊張 這是短期的 長期來說 蔣麗雲議員,我很少聽過三次 其實他以前說一次都說完了 其實長期的改革應該有一個憲法性的法庭 即是憲法法庭 因為你將所有關於憲法的爭論 混在司法覆核那裡 因為司法覆核太多的範疇 你找一個人去審司法覆核的案 或者兩個人審那個案 那個人又升上去 一直這樣升 你現在張舉蘭也是這樣升上去 我看著他是一個小子 升上升下 就變成專家 之後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覺得基本法是這麼重要 即是我說大陸和本港的政府 你在司法上面 你不應該獨立做一個 跟基本法有關的法庭嗎 最少在憲制上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怎麼審 怎麼承傳 路到亂了 歐官什麼案都審 由地產案審到去 我們那些DQ案都要審 你喜歡就拿我們去法庭 叫法官考試 所以我覺得你們是不夠錢的 所謂分權制衡 楊岳橋議員說 我很相信硬件 硬件在這裏 軟件不行不行 現在我們再用二八六去做事 我很相信硬件 硬件是不會 會無端端錯了 但是速度非常慢 還有找東西的時候 你試一下 以前沒有Google的時候 你怎麼找東西 你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全面的檢討 如果對於香港的司法 本身有全面的檢討 因為分權制衡 我們和政府之間 市民和政府之間 或者市民和市民之間 是需要你們的製造 現在有些人說 喂 我有信心 我就覺得要增加軟件 軟件就是人 硬件就是建築物 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案例 是吧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 事到如今 政府當作法庭是一個 橡皮圖章是工具 即是說 將政治爭拗帶上去法庭的時候 你不加人手 或者你不專責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越講越糊塗 就是有立法原意的 美國的憲法是二百多年前 一直這樣延遍 那他的法官怎麼解釋呢 因為他有一個憲法的法庭 現在爭論 九個裡面 有一個死了 死了一個是保守的 還是開放的 都爭論了 人家是清楚的 在法院裡面是清楚的 我們的法官就不是的 老實說 你說法官沒有政治意見 就浪費時間 他可能沒有政治意見 但是他對於法治 對於法治的基礎是有看法的 你們不要騙我 歐洲的人權法庭 美國憲法法庭 即大法官 全部都會對於很清楚的意見 給國會去選擇 現在我們沒有 所以我自己 我完全認為 應該多給你資源 很簡單的 我被人運 要申請一個人身保護令 你說你有多少事要做 一個執法機關 會為了政治的需要 無端端 運二十六個人 然後要去拿一個人身保護令 你說香港的法院 尊嚴在哪裡 啊